他檢視一下這位醫師做的嘛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醫界影響力很大 他需要醫界的支持 選票 就是這樣 我就是說蔡英文講這個話就是這樣 而且是純粹的雙標 為什麼不講那個劉西蘭駕駛員 我請教各位 你如果是院長 你是陳時中 有一個臨床醫師 他專門在照顧新冠肺炎的病人 什麼時候發生的 現在也沒有做調查 到底是噴出來呢 還是說完全他完全照規範 然後就是感染到了 都不知道 他們也沒有講 然後呢 他8號有症狀了 又咳嗽又發燒 然後還去照顧病人 然後9號呢 就請假 然後帶著他的同居女友 趴趴走 去了那麼多地方 還要做那麼多的疫調 而且如果沒有事的話 為什麼要對2500萬人去做篩檢 我不講普篩這兩天之後 都大規模篩檢 為什麼 我問你為什麼 我問陳時中這個部長 我特別剛剛講了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相信陳時中 不是為了他 所以如果大家都不相信疫情指揮中心 我們這個防疫就完了 所以我一定要說大家一定要支持他 可是我請問你為什麼要做2500萬人 你如果是醫院的院長 你是陳時中應該怎麼做 好棒棒 這個意思好棒棒 給他加獎 再給他35萬 謝謝 謝謝 謝謝